张彬彬不知道已经和迪丽热巴合作多少次了 二人同为佳行工作室旗下一人 因此经常传出绯闻 在秦时令人明月心中 迪丽热巴合张彬彬就上演了一场吻戏 这一吻真的是得把人看罪了 他迎评出吻是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叫做《逆光之恋》 是一部校园魔幻剧 这也是迪丽热巴尺度非常大的一部剧 在这部剧中热巴开启了倒追模式 从这以后热巴 也是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的 他迎评出吻是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叫做《逆光之恋》 是一部校园魔幻剧 这也是迪丽热巴尺度非常大的一部剧 在这部剧中热巴开启了倒追模式 从这以后热巴 也是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了 克拉让人作为热巴走红的一部剧 他在剧中和罗进的吻戏 也是非常的甜蜜了 在这里面热巴 也是死皮烂脸的追着罗进跑 一番霸气的表白也是实力圈子 两人的吻戏还算清停点水班 剧外罗进也是和唐燕走到了一起 其实这已经不是迪丽热巴 和张彬彬的第一次吻戏了 草在烈火如歌里面 二人就有激烈吻戏 迪丽热巴在烈火如歌 里面的一场吻戏竟然拍了上百遍 当这场吻戏拍完的时候 迪丽热巴的嘴都有点中 张彬彬再一次采访热巴拍吻戏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